又是市场比较显著的特征 那么短期整个市场 有没有新的一些变化 另外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一些机会 包括这个5G 牌照等等的一系列的 围绕政策的一些短期机会 会不会在短期有持续的这种配置价值呢 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 将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场走势 三位嘉宾分别是 私募基金经理高山 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蔡君毅 还有我们的资深市场人士顾永青 三位晚上好 这一时段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公司与行业的微信平台 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来看今天A股指数呢 走势真的是波澜不星 端午节前的观望气氛非常的浓厚 上证综合指数连续5天走低 两市成交在4078亿元 处于阶段的低位 不过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北向资金连续3天净流入 合计已经超过90亿元 分别是前天的40亿 昨天的20亿 再加上今天的30亿 被称作聪明资金的北向资金又回来了 那么此前呢 这些资金呢 多次超跌一股 这次也是准备做多的信号吗 我们先从北向资金连续3天流入市场说起 那高山 连续3天的流入 整个市场有没有变化 另外之前啊 北向资金被作为聪明标杆的这种操作动作 会不会在短期也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我觉得北向资金呢 是连续经历了一个半月的持续流出嘛 而且是大额的一个流出 那么经过这个流出之后呢 在这个位置上呢 不管是A股还是港股 其实它的估值就主要是优质股票啊 或者机油股的估值 确实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这时候北上资金再度进来呢 有一定的这个指向意义 就是它还是想吸纳一些比较优质的筹码 那么另外一个层面上就是 往往北上资金连续流出的时候 往往是人民币汇率相对比较疲弱的时候 而最近呢 这个随着美国自身的经济数据开始走软 那么美元指数呢 也不再想之前那么的强势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比较有利于这个我们的一个 首先币值稳定 稳定一个大家的预期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北上资金也可能会重拾一个买入的这样一个节奏 也就是说对北上资金流注 还不能单纯的是看到 它对市场进行了机会选择 是有多重综合因素的 那看看蔡老师的观点 蔡老师 我们刚才算了算 可能连续几周啊 整个市场都是在这个位置 它整体的突破性不强 很粘连 整个市场可能比较焦灼 这种情况会不会被打破呢 我觉得还能维持一段 还要维持这样的状态 维持一段状态 原来我们用的叫抵抗性的企稳也好 抵抗性的震荡也好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如果大家看大型指数的话呢 应该说有压力 但是呢缺口好像还能顶得住 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 上个月的话 我们知道是中小板和创业板的 层子中子都已经把缺口封闭掉 那么而且还是在继续的下跌 在近五个交易当中 跌幅最大的指数 其实就是中正1000 和创业板和中小板的 这样一个指数 另外一点 在最近的一周时间当中 已经又有一个指数 把缺口给悄然封闭了 那么这就是中正500指数 那么在诸多指数当中的话 已经有三个指数 先后封闭缺口 那么目前也 按照一种经验也好 惯性的这种推动力也好 那我们说 其实指数还在进一步的 经受考验 当然我们原来 对这个指数的一个经盘说 它可以久盘 盘一段时间 但是久盘以后 大家要担忧一个问题 可不可能下跌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即便久盘硬扛住 它可能会形成激烈行情 比如说全中国顶得很牢 其他股票再往下放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 虽然指数还在 2850点一线顶住 但是很多的股票 跌得比较大 近五个交易当中的话 中正1000 这种小股票的指数 其实跌得比较多的 所以在防御的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大家也要注意 边防御 还要注意边分化的 这样一种格局 至于北上资金来讲的话 我到这里说句肺腹之言 北上资金买股票 大家不要以为 它一买就能涨 诸位还记得上一段 在去年四季度 这哥们是买了好几个月 而且它买了 持续地买 持续地买 而且它买完了之后 如果没有其他因素配合 它也未必是靠它能买得起来 当时的话 我们看到最终是有 宏观夜周期调控 以及内资的呼应 双方形成共证 在把指数买起来的 所以单纯一个要素来判断 它现在提供买力 就能撬动大盘 形成大反弓 这个逻辑应该是不充分的 所以我们还要 根据具体的其他的基本面情况来判断 但是有一点告诉我刚才说的 第一个 它至少不抛了 这个是奥密托法 谢谢你 第二个 它买的东西买什么 它买的东西都是好货 现在买的今天进来的中国平安 今天你看到房地产 涨的那两只龙头股 也是他买的 然后您今天看到医药股不太好 医药股他也抛 他也蛮灵活的这样一种操作 所以在基欧股当中 他也有所选择 有所放弃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对北上资金的买入 还要有一个客观的看待 但是至少从正面角度来讲的话 他不抛已经是谢天谢地的 这个我觉得是正面的 但是要把它直接判断起来 就是说就因为他买了 指数就要上去了 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 对北上资金的监测 包括对北上资金 他买入这个动作 就能带来短期市场上涨的 我们希望他跟内资有共振 可能大家两位都不认可 那既然对北上资金的这种观察 还有待连续性的进一步探讨 那我们直接来说说技术 那永庆 你在整个看这个技术过程当中 因为前期是2838 这个位置好像大家觉得 挺结实的 那从目前来看 整个市场有没有再回到这个位置 或者是再向下破位的这种可能呢 因为它不往上走 往上走压力也有 那下面这个底是不是很结实呢 其实从现在来讲呢 就是上不上去 但同样也是很难去进行下来 因为从目前整体这个市场来看 第一呢 就是说好像没有很强的 往上冲的这样一个逻辑 至少来说呢 我们所看到的外围的扰动 和内部的一些经济的一个数据 但同时现在呢 一些利空的一个情况呢 从我们来看呢 也很难让这个指数呢 出现一个大幅度的 这样一个破位 当然了 你说盘中突然之间 然后击破一下前面的2833点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那我认为呢 也是有这种可能性 毕竟呢 在这个昨天也好 包括像今天也好 市场的这种弱势 或者说情绪面的这种低迷 还是非常的明显 同时呢 现在这个市场呢 其实可以从结构当中 可以很明显看到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完全是按照技术面来进行走 怎么说呢 就是说它打到20均线 然后呢 就有抛盘 蹬蹬蹬下来 回到前面的地点附近呢 然后就有买盘 蹬蹬这样上去 所以说呢 它反反复复的 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小相提当中 不断地去进行这样一个震荡 而这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向上没有足够的动力 向下 它同样也没有足够的 这样一个动力 所以说我觉得市场现在是什么 是在等政策 同时在等资金 什么叫等政策呢 等政策就是说 等待打破这一个盘掘 这样一个政策 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但是呢 我觉得呢 是需要有一些超预期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它是等资金 那么资金的话呢 它需要有一个累加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刚才蔡老师也讲的 不是说是单纯说 北上资金一进来 指数就一定会涨 我需要呢 它是需要有一个 从量变到质变 是需要有一个积累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还有一点呢 就是要关注 北上资金在突然之间的 一个放量的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从之前的 北上资金的动作来看 它有时候会有像 这个蚂蚁 啃大象一样 一直都是小量买 小量买 但这并不能说明它 指数马上就会涨 但是呢 突然之间某一天 北上资金突然之间 一下放量的话 它有可能会代表着 是一个趋势性的突破 就和它在四月中旬一样 当时突然之间一次 北上资金大幅性的一个流出 造成了后面一阶段的 连续性的一个下跌 所以说呢 我们关注北上资金呢 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去进行一个了解 那高山总 那我们知道 你在行业研究的一个方面呢 比较认真深入 那从现在来看啊 整个市场 有没有行业在近期呢 你比较关注 另外呢 觉得这些行业 可能在这个时点上 有比较好的 这个观察的价值 注意到了吗 有什么新行业消息 带给我们吗 我觉得近期行业上 比较值得关注的 也就是黄金了 那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首先我们看到了 美国的一系列的 经济数据开始走弱 另外呢 鲍贝尔释放出了 今年起码不加息 然后甚至有可能降息 这张一个信号 那么不排除呢 即澳洲之后 那么全球都开始 进入一个这个降息的 这样一个步伐当中 一会儿我们还会 重点谈这个 然后同时呢 由于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 又没有出现一个 大幅的下跌 那么基本上 美国的核心通胀呢 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这样呢 它的实际利率呢 就走低了 那么最近五年 基本上黄金价格 跟美国的实际利率 是一个互相关关系 那么既然它实际利率走低 那么黄金价格呢 自然是走高了 而且这次的逻辑 走得非常的顺 价格走得也非常流畅 那么今天等于 一天之内 就连续突破了 两个整数关嘛 对吧 那么我觉得黄金 起码在一个季度内 或者说哪怕短期 说整个六月份 它可能是一个具备 超额收益的 这么一个板块 那么就回到我们的 国内这个市场上来 我觉得呢 市场上其实 大家都很胶着 市场普遍的看法就是 觉得这个基本面方面 是乏善可乘 这个其实我也承认 确实是 我们最近走访了很多行业 的确是 这个 基本面不是特别好 这个需求也不是特别好 那么基本都是一季度 大家在抢这个增值税 这个抢这个多镜镜像的 这个时候呢 备了很多库存 然后到了四五月份 又遇到了需求的不佳 那么其实各行各业的 现在都在处在一个 社会库存 趋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比较难体现出一个 比较亮丽的这样一个表现出来 那么稍微好的 目前来看比较好的 相反 有几点 一个是大众消费 这个呢 跟去年相比 我觉得是韧性更足了 韧性更足了 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 这个虽然白酒股 已经涨了一段了 甚至还在冲高过程当中 但是很快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渠道库存的累积 和动销的减缓 而现在我们走法的经销商来看 没有任何这种情况 没有任何这种情况 那么其他单独的行业而言 像这个去年 已经经过深度调整的 像光伏这样的行业 现在是非常景气 而且有大概率的是 景气继续延续 是吧 那么此外呢 还有一些这个偏消费性的 医疗保健 以及这个个别的 一些细分的制造业 都还是可以的 但是就大类行业而言 现在能够带动 比较大的这种行业而言 找不出太大亮点来 可能下半年的 轨道交通的投资 会比较好 轨交 那么就房地产而言 目前也就是一个 阴城失策的一个政策 的一个主基调 然后销售呢 我估计 未来几个月都是 时好时坏 也没有一个 趋势性的一个机会 那么它相 同时它的相关的产业链 它的后产 后端产业链 我们最近也走访了一些公司 大家都在看 六月份以后的销售 能不能有所好转 大家其实都是在三月 做了大大促销 那么四月五月 也就是这样了 那么大家再看下半年 是个什么情况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像纺织这个行业 那总体上是 并不算太景气的 大家看到了 棉花期货 连续的暴跌嘛 对吧 另外还有汽车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在国物的库存 有待消化这个情况下 不管是整车厂 还是这个经销商 大家其实都要去分摊 这样一个损失 都要分摊这样一个损失 所以说 从总体来看 能找到了亮点不多 但是你说 有多么实质性的利空吗 也没有 所以它就横在这 它就横在这了 尽管有些市场上的声音 是认为现在的经济数据的组合 应该让指数下跌才对 但事实上 今年的总体的货币环境 和经济的状况 和股市的状况 跟去年此时的状况 是已经完全不好比了 因为去年真的是 这个货币的紧缩 叠加政策的不友好 以及这个上市公司盈利 大家预期又相待 那么三重 三座大山压下来之后 是兵败如山倒的 而今年呢 不存在这个状况 首先我们的信用 是比较宽松的 上市公司业绩呢 虽然不太尽如人意 但是还有改观的可能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政策 非常友好 那么基于这几点呢 我们觉得指数 可能还是在这里一个 是一个抵抗时下跌 震荡盘整的一个格局 如果说这个盘整时间 走得比较长了 它可能会产生一种 技术上相对比较强的 一种反弹 但如果是短期 它快速地就弹的话 如果没有成长来配合 它也很难去走强 但是呢 从这么多行业和公司 走访下来 我们的普遍感觉就是 在今年的九月前后 三季度 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 转机发生的时候 那这个观点呢 你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 也提到过 整个市场呢 有可能是在三四季度 可能有一个整个市场 重新认识今年 整体环境的一个拐点 曾经提到过 那蔡老师 刚才高山说了 这是抵抗式下跌 整个市场 它这种格局 其实你之前用的词叫 抵抗式反弹 叫 抵抗式起稳 对 用了这个词 反弹式翻烧饼 对 那整个市场啊 就是之前在 五月份的这个结构当中 我们还能看到一些财富效应 比较聚集的地方 像自主可控 像燃料电池 像稀土 就是它局部的这个行情 还有可操作性 那到了六月份以后 高山刚才这么一梳理 这个行业的话 是不是这个结构性 重新再找机会的 这个方向 是不是短期也会 觉得很困难 肯定是困难 首先第一个 我们说白了 就看一个数据 就能明显 就成交量小下来了 成交量小下来了 就是玩的能少了 大家觉得机会少 那就少投点钱 或者不玩了 或者说干脆 这是一个 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今天还有个数据 就是私募排排网上面 看私募基金的仓位 荒唐一下下来 也蛮多 十几个点下来了 他们就直接就反映到操作 因为他们和公募 还可能有点差异度 是仓位不是严格受限 六十八十的这种限制的 不行 人家就不干了 先往下走 所以应该说 在市场后撤的过程当中的话 有一些机构的操作的话 已经直接反映在 它的一个仓位上面 确实机会不是太大 有限的一些热点结构的话 其实今天虽然成交量小 除了指标股吸引的资金 少一点以外的话 其实今天几个热点还是不错的 刚才高山总说到的是黄金 当然由商品价格来做支撑 同时还有更明显的 等我们说到全球经济的一个格局 所以它对黄金 是有一种持续性的一种张力体现 那么还有就是券商和5G 大家知道是上一波的龙头 它在防御的时候 总得也没 有事没事的话 都能把它牵出来溜溜 亮溜鸟一样的 溜一下的话 就是在局部的话 吸引一下相应的市场能力气 还有的 我想大家就能明白 叫总业和能源开采 总业和能源开采的话 这条线上应该大家明白的 基本上是和外部压力 有比较明显的 这个 结构性的这样关系 包括系统也合在里面 那么还有一块的话 就来自于权重 以及北上资金所偏好的一部分的 纯蓝筹的这些品种 那么权重这一块方向上面 大家知道 现在目前市场的格局 既然刚才高中已经介绍了 那我把它形容一下 叫上有诸多压力 下有充分的政策工具箱 两边加板一顶顶住 你要守的话 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或者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顶权重往往是 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以权重 时不时的也会像遛鸟一样 拉出来遛流 这是这样一个格局 那么蓝筹股这个层面上面的话 北上资金也会 根据它的一种偏好 选择比较核心的品种 来进行配置 这一点在战略层面上面 哪怕在未来的三个月 五个月八个月 甚至于一年两年都会是如此 因为中国经济转入到 这样的一种 由原来纯增量的 转入到偏纯量模式的 这种发展方式的话 它一定是大型的 这个公司 更具有占据市场的 这样一种主导性的 这样一种进行机会 所以好公司的话 应该说 在调整的过程当中的话 都会有方方面面的机构 通过时间换空间 逐次的将它配置到位的 所以我想 在这个过程当中 分短和中 这些长这些角度 大家去可以做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种投资方向的操作 至于短期在这个方向上面操作的话 我觉得 我原来就提过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建议 就大家尽量不要先用现金 尽量用自己的筹码 因为这一波调下来的话 速度很快 能来看现在电视节目的 大多数手上都有筹码的 你在这里翻烧饼 在这里防御的时候 你也不能干守着全中国 你总会拉拉这个板块 明天拉拉那个板块 那么拉到你手上板块 只要没有特别强的吹话机的话 你完全可以通过筹码的滚动操作 来完成你的高炮机器 这样的话 又能够 保留一定的现金 等会高山总说的 这个9月份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还用现金可以杀进去 否则的话 到时候万一在这个盘整过程当中的话 最长杀带 万一不到位的话 被套在里面 你想今天总业股的波动就明显 多吓人 礼拜五的话 还排的炮架子挺好的 李明昨天就杀给你看 钉钉 在地亭开盘 再往上 只要是正常人操作的话 你就看好他 你也不能玩得转 就是你刚才说了一个板块 他这几天 他涨涨跌跌的一个状态 对 我就想说 在这样一个结构性当中 虽然有一些热点 你能看得准 你试试看他的一种波动节奏 因为4000亿左右的成交量 剩下能进来玩的 都是偏老游戏队员的水平 对 所以你一般的人在那边搞 确实很大 对 跟他们博弈的时候 其实占他们便宜的概率 其实不是特别大的 其实刚才两位是 从不同的角度 也观察了几个板块 包括他的一个 宏观经济面的情况 包括在盘面当中 所体现的一些特质 当然了 就是一个结论 操作非常难 那一会儿我们会放眼全球 来看一下澳洲央行 首次降息之后 全球的整个的 这个议席会议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情况 一会儿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到大盘下跌 却又经常会割肉出局 怎么办 快试试短线大师吧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免费领取 紧跟热点风口 捕捉当下机会 短线大师运用了新浪大数据技术 通过科技手段 优化市场杂音 层层筛选具有价值的潜力板块 提前挖掘 周密布局 而且它擅长捕捉主力资金 当市场回落出现分歧时 提示操作机会 帮你在市场布局中 看清风险 稳定操作 现在扫描二维码 就能免费领取短线大师 每交易日早晚 实时推送短线悬股计划 不仅有大盘预警和优质板块预测 还会及时更新明日操作机会 及时上手体验 早点捕捉当下好股吧 一个孩子的善良 是另一个人的幸运 为别人创造幸运的你 很赞哦 欢迎回来 在澳洲央行三年来的 首次降息之后呢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讲话 暗示美国也可能降息 那中国会不会跟随降息呢 中信证券今天发布的延报认为呢 6月国内货币政策 面临短期资金到期压力 货币政策将边际转松 以降低小微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 那么从流动性来看 市场近期很期待的政策工具箱 是否会开启 带给市场会有更多的机会 还有吗 来问问高山 刚才你提到了一个三季度 九月份的一个市场观察点 其实在这儿呢 可能有一些这个延报也提到 因为我们从看政策工具箱的 这个它的一个作用力 包括整个开启的话 是不是它的直接的反应点 也是在三季度 这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从全球是否降息 这个角度来讲的 我觉得是大概率的 因为从这两年 而全世界大家看到的情况 就是宏观经济数据 名义上看起来很好 但实际上微观大家的生活并不好 那么这就导致了诸多的 不诸如像民粹主义之类的 这样一些事情 那么所以各国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 是不遗余力的 那么起码这个宽松货币来印钱 是一个能让他们看起来 我在努力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所以说 美国在经济数据 今年这个大概率走弱的情况下 这个在货币政策的宽松 也是大概率的 那么基于这一点呢 给我们在这个货币政策上 一个宽松的空间 是给了一点余地的 那么就今年 我们的货币政策而言呢 一季度确实是 这个经过逆周期的 这样一个调节之后 比较产生的效果 是吧 然后呢 二季度呢 在四月份 有一个明显的回收力动性 然后在六月份 我们又看到了 最近这个货币政策的利率 又开始回落 那么总体而言呢 我们的整体货币政策 还是偏松的 而且即便我们的货币 供应量增速不那么高 但是它也促进了 我们的这个信用开始宽松 像最近我们的这个监管层 一直在强调 这个如何让这个小微 或者是这个诸多的企业 能够拿到这样的信贷资金 所以说我们觉得 从这些效果上 应该在三季度中后期 有所体现 另外呢 就是我们刚才 为什么会讲这个九月份 就是我们调研下来 诸多的行业 大家能看到 比去年好 同比有改善的时候 往往都会发生在九月份 另外就是我们想想 经过这一个季度的 库存累积之后 现在销售不畅 那么三季度在消耗消耗 那么必然在第四季度会有一个自然的 一个这个库存 重新回补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诸多条件都会导致 九月份往后的 这个不管是经济数据也好 还是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也好 都会有一个水落石出的表现 所以说那时候我们觉得 是这个市场是比较有可操作性的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点 正好是世界明朗 就是许多东西看得更清楚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说你从宏观也好 从中观的上市公司的信息也好 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 它给你交出的答卷 会让你更有这个把握 去判断这个下一步的一个趋势 那永青 我们再来看看刚才问到的 就是对于政策工具箱 那短期流动性整体的状态怎么样呢 大家说整个市场为什么老是在这个区间纠结 是不是现在资金比较短缺呢 短期情况怎么样 短期其实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央行的话 也关于麻辣粉的这样一个投放 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体市场资金 其实并不是很紧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十年期的国债利率的话 还是在3.5%以下 这其实也就是说明 整体这个市场的流动性还是非常松的 那么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不在于是股票市场因为成交量小了 好像是流动性就紧了 也不是这样一个一回事情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市场的一个情绪 和来自于市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这样一个问题 那其实蔡老师 在全球的整个降息的状态之下 我们的这个政策 大家也在观察 2019年整体 我们的这个整个货币政策的一个整体方向 那从年初到现在 秉承的这个状态 应该是结构性的定向降准等等的一些措施 那么在2019年接下来 会不会还会延续这个动作 包括跟全球有一种相对应的呼应的联动呢 对 刚才高山中已经讲到了 它这个正面属性就是 让我们的货币政策的空间灵活度 稍微增加一点 我也只是用稍微增加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种转型模式下面 而且通胀也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防范 还要稳定汇率 不在于流动性能够释放多少 应该说能够起到相应的对冲作用 是可以的 所以工具箱当中 首先我强调一点 降准和降息是有的 但是关键问题是 有没有必要 现在就用 因为在前面一道关口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般情况下 是会用MLF和逆回购来进行强力对冲 因为后面的降息和降准的话 可能力度相对更大 对其他的我们的政策目标 是有一定的负面和伤害作用的 所以它会做一个强行的这样一种平衡的 那么另外一点 就是刚才说到的澳洲的这个降息 我这里呢 其实想跟大家强调一点 就是在降息这个层面上面 你能够透过这个问题看到什么 是整个 除了我们国内经济周期性在回落 刚才说去库存 全球经济在美国经过08年之后的 洛福苏的回升之后的话 可能也会达到 到拐点往下走的这种预期值 因为降息的话不是澳洲开始 今年全球降息的话 2月7号印度先降 后面跟上去就埃及降 然后到4月4号的话 印度再继续降 后面是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西兰 澳大利亚 全部都开始往下降 这说明什么问题 接下来美国就会来说了 我也考虑降息 那么他要考虑降息什么呢 去年的四季度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我们看到 他的长期债券利率 跑到他短期的利率之下 这一次在上周再度发生 而且走落程度更加明显 而且我们在观察 其他的商品市场的时候 会发觉油价在往下跑 金价在往上顶 这样的一种迹象 其实和我们08年前看到 包括1999年98年 看到的情况 有点了一通 也就是说 这个情况虽然没发生 但是大家的预期值 从原来的偏乐观 已经开始转向偏景深 那么谈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看这个市场的时候 面临上方诸多压力 近一两周时间当中 我们会发觉 除了我们看到的 我们经济数据上面 总体任性局部有压力 以外 我们又加上了一条 外部经济 整体的经济形势压力 可能也比较大 同时还要加上 我们的外部 其他方向上的压力 那么下面的政策工具箱 在对冲操作的时候 大家就要想明白 第一 我们政策工具箱的话 要应对的压力 是比较多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 面对诸多压力的时候 你的政策工具箱的 政策的出牌的时候 能不能第一时间 在问题出现的时候 第一时间能够卡到位 如果卡不到位的话 也请大家做多担待 为什么 万一下面的缺口被封上 同志们也不要太紧张 因为在封闭缺口的过程当中 刚才永庆说的 他可能稍微探一探 又回来 探一探又回来 我们这个缺口 在我们现在的 整个的环境格局当中 只要持至空方的冲击率 就可以了 因为当你觉得缺口填上 下面好像像无底深渊的时候 你会发觉 下面还有好多条的 政策工具箱形成的防御地带 所以我想 对于这一块的 全球加息的话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全球经济 可能出现边际预期的一些变化 给大家讲明白 就是说向上的动力 你短期确实不要指望太多 因为又多了一层压力变数的 这样一个存在环境 整个市场都在关注全球动向 那今年比较复杂 就是说在内外部压力的 整个变化过程当中 它可能每个时间段 它的主要矛盾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发现 2019年每个月的作用于市场的 关键词也不一样 所以还要继续来观察 整体动态 空间的还有时间的 好了 我们稍事休息 一起来关注一下 一会看看医药股 今天是大跌 有人说这和穿透式的检查 有关系 到底怎么回事 一会回来 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 展现各国风采 仅千步影视佳作 享受视听盛宴 十八个专业奖项 见证玉兰绽放 三十余场白玉兰岛赏 线下惠民放映 五场主题论坛 分享创意思维 数百家中外展商 多元文化推广交融 互联网影视峰会 汇聚行业精英 6月10日至14日 第25届上海电视节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 请安全使用燃气 亮相国际舞台 聚焦全球目光 我们共聚一堂 汲取灵感 拓展视野 探索无限可能 共享科技成果 携手改变生活 在亚洲消费电子展 亲眼见证科技的未来 体验全球企业的 前沿科技创新 寻求商机 建立合作 聆听亚洲市场 业界领袖的行业洞察 和科技趋势 请及加入我们 一起炫耀未来 历史昭示我们 没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强军梦 需要一批又一批 有镇青年 踊跃报名参军 同身军营 报效诸国 好 欢迎回来 昨天财政部官网显示 财政部会同医保局联手查账 此次检查将对医药企业销售环节 开展穿透式监管 77家企业被列入检查名单 其中包括27家A股的上市药企 盘面上 今天天势力开盘闪崩 医药股集体大跌 短期看穿透式查账 对医药股的影响会持续多久 另外呢 ST康美昨晚发布了 回复上交所问讯的公告 长达82页 多达4万多字 那康美坦诚 账上的货币资金仅剩了10亿元 而今年到期的债务有180多亿元 公司短期流动性紧张 长债压力较大 而到目前呢 连续12个跌停之后 ST康美的市值仅剩了188亿 相比鼎盛时期缩水了86% 股东仍有还有超过28万户 其实刚才说到医药查账的事 穿透式监管 高山总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穿透式的检查 对医药企业到底影响有多大 因为去年从带量采购之后 大家看到整个盈利模式 包括这个生态 就是整个这种状态都有变化 这次的这个查 从带量采购以来呢 它就影响了A股A股的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就是它的销售模式 如果变成国家集财的话 那它必然中间庞大的这些销售费用 就会被压缩掉 虽然说你的毛利也压缩了 但是可能你的净利率呢 只是小幅这个下降 那么这次所谓穿透查账 我们也看了这个文件 可能更多的还是针对这个销售费用上 销售费用部分的一些 不透明的这一些部分 来进行这个查账 其实还是在查 跟这个医药销售相关的 比如说代金销售啦 这个医药代表啦 这个商业贿赂啦等等 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灰色地带 那么事实上呢 对医药股影响呢 应该并不大 因为从去年的4加7 包括今年也有这个专家认为 这个4加7向全国推广 是不是应该这个谨慎一点 等等 这个其实大家对医药的 这样一个整个固执体系 和它未来增长这样一个判断的 已经心理预期 已经打过折扣了 所以在这个已经打过折扣的基础上呢 这个实际上 它对整个板块的影响 没有那么大 那么但是这次呢 由于不少医药股的 或者说跟4加7没关系的 或者说它是创新药 或者做创新药的卖水人的 这样一些公司呢 它股价处在一个高位 又被大家集体抱团了 这个大家生怕 这个筹码松动的时候呢 这个来一个利空 所以说呢 体现出来 就是医药股集体的下跌 实际上呢 它仅仅就是一个 短期的这样一个消息的一个刺激 那么实质上对这个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呢 可能后面就是高职耗材的这样一个基材 可能对这个医疗器械板块会有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要搞好几年的这个叫DRGS 就是分组付费 这个可能在这个住院诊疗费上再次压缩水分 这个是对这个行业的一些 这个有实质影响的两个方向 那由于从操作重面上来讲 医药股今天受这个消息的影响 只出现了一个大跌 怎么对待 我觉得应该是短期性离场 因为就我们对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呢 我们觉得这次政策应该是蛮厉害的 因为呢就是说它呢 其实就我们看完以后呢 我们觉得它其实是针对于目前 高额要起的一个再次积水分的一个过程 因为通过2018年的年报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要起的一个营收 就销售费用的话 占营收高的话呢 是达到50% 那么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要再积水分的这样一个过程 其中呢对于它们的一些费用 包括成本 尤其呢 还有依照代表的一些回扣呢 应该说都会有一个 就所谓的穿透式管控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而且呢 如果说一次挤不出来的话 有可能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 而且呢 从这个时间排比来看的话 6到7月份是检查 8月份再是汇报 那也就是说 现在只不过刚刚开始 这当中的话 到底会检查出来多少 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的公司 好像是有29家A股的公司 总共是77家公司 是吧 每股有三家 一家是港股 那么如果说后面是再扩大 第二批第三批 那是不是会涉及到更加多的 因为它这4加7的话 已经是成为一种常态 下去是会 就想尽办法一定要压低要价的 这样 因为很多的药企 它其实就是吃医保 来进行这个 获得企业利润的 你这么高的这个企业利润 你这个里面水分又这么高 都是来自于销售 销售收入 所以说呢 这当中一定是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从短期来讲 我觉得这一块 尤其是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公司 我觉得可能是要 适当性的一个回避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短期已经是有一些公司 被查出来了 比如说在温州的恒锐 包括好像就说 一些其他的一些公司 所以说这次是来真格的 那蔡老师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 像康美 就是说也坦诚了 说我们账上就10个亿了 但是我们要还 还180个亿 从现在来看 整个市场 之前我们看到的医药板块当中 大多出好公司牛股 包括今天天使力 开盘闪风之后 大家就觉得 可能在这个 医药板块当中 之前是容易出蓝筹的 但是现在整个环境 政策做了调整之后 会不会在某些 有端倪的这个地方 要让大家小心一些呢 我们如果说想避免在 医药政策发生变化过程当中 一些药企踩雷的话 有没有什么看点 让大家提前能做一个防备 要防备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段时间不正好在写中期策略报告吗 我旁边又做医药手细 我就拿过来 我说你们这段时间推什么 那时候还没出这个东西 他基本上说没啥看点 他就准备退零售了 没有想到我觉得倒是一增见血 因为零售和这个东西 关联度还相对比较小 高三种刚才提到的一个 这个总经的关键词 就是营销费用高的 营销费用高的那就清楚了 那个里面肯定有 中间环节多 有毛利的 永庆这边谈到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你要价高的话 你要价高的话 关键问题是要跟什么 跟社保联在一起 对吧 你这等于是国家财政不管 你那么高的要价 你吃的是什么 最终老百姓买单 最终还要国家财政去买单 所以它其实是跟去年的 4加7的那个东西 整个连在一起 是一个医药行业 整体的一个整数 重构的这样一种 一系列的这个政策 那如果说 大家看得再直接一点 大白话一点的话 我想很简单 就是你的出厂价 到终端价 价格差得很大 那差得很大 那一段钱到哪里去了呢 那段钱大家都明确的 因为医药行业也好 医院也好都明白了 这段怎么样去把它整数 所以我想 应该说 整个的医药行业的 一个整数动作 应该还是在一步 一步的这样一个 推进过程当中 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点 行业整数好之后 一定会有好的公司 剩下来 烂公司出局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 经过这样筛选 大家就可以从 医药行业的 这样的一个行业 透视到整个A股市场 也是如此 好公司留下 差公司离场 那就会出现 好的公司不断在涨 差的公司不断在往下走 指数还是三千点 所以呢 我想医药行业 给了我们的一个 启示的话 在下跌过程当中 一方面在挤压 整个的一个泡沫 同时的话 也是在重塑 医药行业的一种生态规则 于此同时的话 也有助于在我们 下跌过程当中 以合理的价格 把真正的好公司 给挑出来 好 那对于医药企业最新的动态 我们就先解答到这 那最新消息 科创板首次上市委员会 召开审议会议 三家公司过会 那对于目前来说 科创板越来越近 走进科创板 我们说有没有相对应的机会呢 那稍事休息之后 我们来谈这个话题 大盘持续上涨 却总是踏不准板块热点 等到大盘下跌 却又经常会割肉出局 怎么办 快试试短线大师吧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免费领取 紧跟热点风口 捕捉当下机会 短线大师运用了 新浪大数据技术 通过科技手段 优化市场杂音 层层筛选具有价值的 潜力板块 提前挖掘 周密布局 而且他擅长捕捉主力资金 当市场回落出现分歧时 提示操作机会 帮你在市场布局中 看清风险 稳定操作 现在扫描二维码 就能免费领取短线大师 每交易日早晚 实时推送短线选股计划 不仅有大盘预警 和优质板块预测 还会及时更新 明日操作机会 及时上手体验 早点捕捉 当下好股吧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老凤翔 好 欢迎回来 今天下午上交所召开 科创版上市委 2019第一次审议会议 三家上会企业 微信生物 安级科技 天准科技 全部获得审核通过 接下来按照科创版上市流程 交易所将向证监会 报送审核意见 根据制度安排 科创版的发行上市 受审 审核 要经过受理 审核问询 上市为审议 证监会注册 发行上市 等五个环节 那刚珊总 这个科创版是越来越近了 三家已经过了 那从目前来看 市场有没有相对应的一些机会呢 首先据我们所知呢 它的上市呢 大概率是一批公司一起上 主要还是为了防范 这个在这个前五天 没有涨在天板制度的时候 产生过度的炒作 但实际上在一股这个历史上呢 我觉得这个炒心是必然的 但是炒心的代价呢 就是这个现在A股市场上 现有的这一些主题投资的 这个这些热点 可能相继熄火 而且集中火力去到科创版 那么对于科创版的 这个这个是否能参与的机会而言呢 对于参股公司 我们其实在今年年初 有过一些这样的机会 那最近呢 是不是如果它能够跌下来的话 而且它这个参股的比例 而且还比较高的话 我觉得还是能够 这个有一些短线机会的 那么至于这个从 这个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 如何来直接参与科创版股票而言呢 我觉得一部分这个科创的 往下打新的基金 可能是能够带来一部分 这个稳定的超合收益的 另外呢就是说 如果这第一批公司当中 确实有非常优秀的 而且它又没有在首日 又被充分爆炒的 可能又给大家一些二级市场上的 这个油水可以捞 那其实蔡老师 对于科创版越来越近 做布局 现在大家的疑问是 我是做对标的个股呢 还是说我做一些参股的个股 在概念上找相同的个股呢 还是找直接投了这些公司的 一些创投类的个股 大家的问题比较客观 也比较实际 对 刚才高总是说到的 一个是对参股的这个要求 我是对参股的要求 除了比重大以外的话 我还结合这家公司的基本面 不能因为说 就因为你参股了 如果康美说参股的话 你让高总来高总 一定要客观分析 客观分析 不因为他 不因为他就是投了人家 一票参股的话 他就什么都好了 这个不是这样的 来讲了 参股只是分析这个公司的 一个配角成分 绝对不是主角成分 这个大家想明白 而且我们对它的技术面 和基本面还是有要求的 毕竟现在成交了4000亿 不是当年的1万亿 你可以在里面 对吧 还可以兴风作浪 现在的话 大家都规矩一点 这是一个 第二个问题上面 就说到的对标 其实对标的话 我们在研究所里面 我们当时就说到 就是客装版这些公司 上来的话 我们怎么去定价 其实五花八门都有 什么什么进现金法 什么科研投入比例法 后来我就提了一个 最市场化的东西 我说你到主板去找找 它有没有类似的 不一定是亲兄弟 孪生兄弟 但是它有表兄表妹 差不多的 但是 对 如果它的是一个市值 和利润可以比较的话 那你就去做一个 相应的比较 那么这个时间段当中 它也可能相对应的 这些局部的 个性化的公司 会有一定的表现形态的 当然也是觊觎短线的 因为为什么呢 最终还是要看 这家公司自身的 科技力量怎么样 所以打新 我就觉得 其实那天 我倒是去了解了一下 科创版打新同志们 一定要去参加 因为刚才高山总讲 一发就是二三十个 对吧 那打新的话 你一天发个两个的话 你还不大有中签机会 发个二三十个来的话 那中签的至少 哪怕是 它是分开了 每天两个的话 你都从 中签的概率角度来讲的话 你的概率是提升的 不管你是自己去中签 还是是参加这个科创版 类似于发行的基金去 我觉得这个打新 绝对不能错过 那时候这个东西的话 买到呢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挣钱的 所以我想几个方向上面 都是可以考量 但是呢 我们还要强调一点 科创版对于 二级市场资金的吸引 其实我们在五月底的时候 会分流资金吗 那怎么会不分流呢 高档总说我们要逢新比较 就管理层也很担心 为什么这一次出来 跟前几次的新的东西 不太一样 他前面五天不戴帽子的 就随便玩 那其实管理层 其实非常担心 我们记得就是当时 他在对于我们券商的要求是 我们之前已经审批了一批客户 通过门槛 可以玩科创版 然后他叫我们再审计一遍 就怕这个里面混入 这个风险成熟度 或者适当性管理 不太恰当的人 去做科创版了 所以他其实非常担心 这个科创版出现不可控的上涨 他其实倒不是一定要出现 怎样的一种下跌 所以我想整个科创版的话 一旦是过头的话 我请各位的投资者要注意 你们就搜搜搜 我觉得可能因为 这个没有涨跌停板 我记得96年之前 我们没有涨跌停板 T加龄的时候 其实刺激是很刺激 但是风险因素很大很大 这也是非常客观的一个提醒 对 而且它的发行适应率 我记得当时看过 平均的这些公司 募集资金和它的适应率对比 我们A股的话 大概主板是23倍适应率 他们发的话都在四五十倍左右 发行适应率和我们的主板 应该说要高满多的 那我们这一段时间 也会跟进科创版最新的一些消息 走进科创版 每天会跟大家来交流一些 关于市场当中最新的一些消息 和大家来分享 好了 稍事休息 一会儿是我们的明日市场前瞻 看看三位嘉宾 对明天市场的涨跌判断 一会儿回来 好 欢迎回来明日市场前瞻 永勤 那明天是端午小长假之前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整个市场可能是不是这个量 或者是整个氛围 可能交投也相对比较清淡一些 因为这次小长假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觉得影响应该不是会很大 而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和成交量 也就是说和市场的情绪和人气 就会直接性的一个相关 那么从鉴于现在这个量 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还是这么小的量来讲 那么应该说还是在甲板里面 进行上下一个震荡 那我觉得现在市场要关注的 就是突发性的政策性的变化 和突发性的量的一个变化 那现在来讲 我觉得如果说正常来讲 就是应该是一个横盘震荡 而个股和板块的话 更多是看他们当时的 这样一些催化剂的一些影响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等待 等待市场更确切的 方方面面的一些消息 那刚才也有人在问 问这个高山总 说问一下高山总 正邦科技 为什么五月份销量大幅下滑 是不是猪肉价格上涨 影响了销量呢 未来怎么看猪周期个股 他们的走势情况 是不是差不多了 因为可能是一直看我们节目的 其实五月份的 这个总体的这些 一系列公司的出来量的 都是环比下降的 只有温室是环比上升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首先呢 在去年底 这个猪温比较严重的时候呢 的确影响了他们 这个比如说子猪的 这样一个投放 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层面 大家可以用它单月的 这个收入除以它的这个 出栏数来算 它的单头的价格 是有点偏高的 有点偏高的 这说明什么呢 应该是公司本身 由于自身的某种 这个对股价的诉求 它做了一定压难的处理 但实际的情况 今天上午我们也去 某家券商的会议去听了 专家对这家公司的 这个实际出栏情况 了解情况来看呢 这个还是不错的 那么至于猪周期 是不是结束了 就是猪周期呢 已经从一个 预期产能拐点 到猪价上涨 这个预期阶段 到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猪价即将进入 一个上涨的分水岭 甚至一个加速上涨阶段 但是呢 这些上市公司 要兑现业绩的这个阶段了 那么兑现业绩 大家就考虑因素比较多了 你的成本 你是否能够有足够的出来 等等 这方面因素就扰动 就会比较多 它不会像一季度那样 长得那么顺畅 也不会像依旧的那样 四个养猪股就涨 那么后面必然会产生 一定分化 中间也少不了折腾 那么大家还是需要 多一点耐心 那今天也回答了大家 长期跟踪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在节目当中 我们交流行业的时候 就是说 看似是分析的是同一个行业 但是在不同时点上 它是有变化 有变量的 这也是我们公司与行业 就是日播节目当中 真的是需要跟大家 及时交流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位观众 给我们发的这个问题挺好的 能够在这个时点上 重新回顾我们曾经看好的行业 来 还有一位朋友 问蔡老师说 上海本地自贸 是不是有机会 今天好多之前强势股出现补贴 如果我选择在净资产附近 又有科创概念的一系列个股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它可能还是跟整个市场 未来我们科创盘肯定要落地 我找一些跌破净资产 又有科创概念的个股 在逻辑上 它是很有道理的 说实话 如果上海本地股跌破净资产 都不咋地 如果你要再去搞一把的话 我也没法判断说一定怎么样 但是我不建议 上海本地股破净资产的股票去搞 真正的好股票都是净资产好几倍的 我一般是这样认为 如果你要进去打一把短线的 那是另当别论 那么就用我们原来的那种方式 打短线的话 一般情况下能够连续出现上涨的 它一般第一天和第二天的换手率 会达到5%到8% 尤其在成交量越来越少的话 一般进去的油资的话 会集中病例去少几只股票 就像今天比如说活跃的广电类的股票 你就找前几个龙头品种做 后面几个的话 如果你是被套住的筹码算了 你就跟它滚动操作 千万不要用现金去打 后面比较弱的几个股票 一打基本上就完蛋 你说到这儿 今天那个广电网络是涨停的 但是广电网络今天晚间 刚刚也发了公告 它说广电行业正在申请的5G牌照 是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的 而广电网络和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不存在股权关系 是这样 市场本来预言先 你说盯着这些打 你盯着它 它发公告了 你听我讲明白一点 本身在做这些东西股票的时候 它本身就是 就是跟着这样一个题材去操作的 如果一旦是短线套住的话 它回下来就像总业股 它能下也能快速的上涨 资金在里面的一个倒腾的话 关键节点的话 它的换手率一定要高 主力资金在下面做的话 一般强度的话 它的弹性系数相对会比较高一点 那么广电类的股票上涨的话 它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五级牌照发说三张发给运营商 还有一张可能发给广电系 它吵的时候不是说肯定发给我 可能发给我 我也可以吵一吵 这就是完全就是 相对偏短线的 当然从广电系的角度 系列问题上去考虑问题的话 它的优势在哪里 它的优势就是融媒体 在内容层面上面 它是占一定的优势的 而未必是一张牌照的话 就能改变它的 大盘持续上涨 却总是踏不准板块热点 等到大盘下跌 却又经常会割肉出局 怎么办 快试试短线大师吧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免费领取 紧跟热点风口 捕捉当下机会 短线大师运用了 新浪大数据技术 通过科技手段 优化市场杂音 层层筛选具有价值的 潜力板块 提前挖掘 周密布局 而且它擅长捕捉 主力资金 当市场回落 出现分歧时 提示操作机会 帮你在市场布局中 看清风险 稳定操作 现在扫描二维码 就能免费领取 短线大师 每交易日早晚 实时推送 短线选股计划 不仅有大盘预警 和优质板块预测 还会及时更新 明日操作机会 及时上手体验 早点捕捉 当下好苦吧 后武尔时代 芯片技术的 终极决定因素是什么 一定是性能功耗成本 三个因素 决定了 最终尺寸缩小 会终结在哪个技术节点 那么其他的 都不是重要的因素 物联网开启 泛载智能时代 最大的发展瓶颈在哪里 现在的算力仍然 远远不能满足牛球 即使毛利率还能生效 但是不能满足需求 缺口大得不得了 在本期的第一财经 中国经济论坛里 中国工程院 科学院院士 和集成电路产业的企业家 将针对新一代 集成电路技术的 变革趋势的话题 进行深入探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头 跟着头 聊着头 玩着头 有看头 让投资更简单 强躺着头 有看头 让投资大有看头 和谐中华 雨露滋润 和肥贵 最近他一直在查我手机 他想找什么 其实买房没首付 也要下个APP 表态度 下载上海中院APP 开始寻钱买房子 这次买房 让篮球就是篮球 大把预算没出花 广告投放不精准 传播效果差强人意 你还在为此烦恼吗 不用慌 我们来了 大学生移动社交娱乐综合任务平台 去股APP 它不仅是一个只属于大学生的模拟人生 更是各大品牌倾注财力物力的广阔天空 面向全国高校 汇聚各大社团 掌握优质大学生资源团队 还等什么呢 赶快加入我们吧 爱书床垫 遵享舒适睡眠 爱书床垫 遵享舒适睡眠 我由索威鹿活养庆水霜 水感充盈 无惧时光流逝 上交所科创版股票上市委员会举行首场审议会议 审议三家企业科创版上市申请 晚间消息称 手批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